阿难 父以此心 惊言妙明 其身内彻 世人忽然于其身内 时出挠回 身相宛然 亦无伤悔 此名精明 留意形体 思旦经形 暂得如是 非为圣证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这是五音里色音的第二种魔的境界 这种魔境为什么来的 就因为你修行 你用功 它才有的 如果你不用功 你想找这种魔的境界也找不着 它不理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穷人 他到这儿来也没有什么好处 现在你修行修到有宝贝了 所以他就来了 想要把你的宝贝给抢去 那么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呢 你还要如如不动 妖妖长鸣 不要着相 不要生一种的执着心 也不要想 啊 这种境界真好啊 再来一次吧 不要去欢迎它 也不要不欢迎它 就像没有那回事 说非为圣证 这不是一种正果的境界 不作圣心 你要是不作正果这样想 明善境界 这个还不错的 你若一作圣解 说 啊 我现在真是了不起了 连在我身里的虫都能把它拿出来 这种认为自己得了神通自在 这就错了 你只要有这一念的供高心 磨就来了 磨随着你的供高心就钻到你心里来 钻到你的心里怎么样啊 就把你摆布的摇摇荡荡 得不着定力了 所以修到你一定要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 才不至于堕坑落前 不至于走错路 你若不明白佛法 好容易就走错路的 你没有功夫 那不成问题 有功夫的时候 那个魔王时时刻刻都看着你的 看着你一有机会可趁 他就来恼乱你了 回到经文 阿南啊 再用这个心 经验这种微妙而光明的情形 其身内里通彻光明了 这个人修行修行 自己身体里边什么东西都看见了 要是常常能看得见 那就可以 要是不是常常看得见 只是偶尔看见 这就是一种境界 这是五音中色音的一种境界 这个人忽然间可以在他的身内拾出挠回 他在肚皮里面拿出虫子来 这虫子有长的 有短的 有大的 有小的 他都可以伸手就拿出来 拿出的虫子 是清清楚楚真实不虚的 但是肚皮也没有坏 你说他怎么拿出来的 你若伸手到肚皮里头拿着虫子 肚皮应该坏了 可是肚皮也没有破裂 这个身像婉然 这个地方就有两个结法 可以说这虫子身像婉然 一点都没有坏 是整个的 是完整的 是活的 是生动的 这是一个讲法 又可以说 你自己的这个肚皮也宛然没有损坏 这也是一个解法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精明 精到极处 也明到极点了 所以就齐身内扯 留意形体 这不是你用手到肚子里面去拿出来的 是从你身子里边留意出来的 这个就是你用功用得精微 得到一种奥妙 发生一种妙性 暂时尖这个样子 不是常常这个样子 你若是常常这个样子 那又另当别论了 这不是正果圣人的境界 你若不是做正果圣人的想法 这还可以过得去 没什么大问题 没有大的麻烦 你要是说 我现在挣了圣果罗 肚里边的东西 我随便可以拿得出来 你说这有多妙 这个境界 你是没有的 你若一有这种供高我慢心 一有这种的执着心 就会被魔王脱去了 脱去 就变魔王眷属了